好 然后底下呢 我们刚才安装我们的安卓Studio 安卓Studio在哪啊 我们看一下哈 在也在我们给的兔子底下 在这个地方 安卓Studio你安装完了以后 你就你就让它启动 好 启动以后的话呢 底下呢 你要配置一下安卓Home 那么安卓Home在哪里呢 安卓Home在安卓的 基本在 在这个地方 C盘 用户 不对 users demonstrator 然后有一个叫APPData 这里有吗 OK 然后配置安卓Home 这个东西呢 是在这 它这个 在C盘 如果你正常是一个users 但是你中文的话 你会看到用户 但它实际这个地方是 cusers administrator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 有一个隐藏文件 叫APPData 如果在这 你看不到的话 Win10 这个要找在这 把隐藏项目 点上 如果没有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 你永远找不到它 然后你要再查看这 如果是Win7上的话呢 你们就百度一下 然后应该能找到 就是说 怎么把隐藏文件显示出来 其实正常来讲 我一般来讲 见到一个机器 就所有隐藏文件 然后扩展名全部都打开 这样看起来舒服一点 然后呢 在这 有APP Local 安卓 SDK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安卓 Home 把它拷贝下来 然后 在这 新建 全部大写 Android Home 这个 好 然后这时找到Path 在Path里再加一项 这刚才是JavaHome Bin吗 然后呢 在这再新建一个 新建谁呢 应该是 百分号 Android Android Home 然后 杠 下面去 找到一个叫Panform Tools的地方 为了 就是这个东西 为了不错的话呢 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好 把它加进去 加进去以后呢 那么这个地方重启 因为你看现在setA 它里面没有 你看Android AndroidHome 我们已经设进去了 但是它就是没有 你要重启一下 它才有 setA 看啊 这是Android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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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好 我们在这儿配置了Android Home Path上加了这个东西 还有 还有再加Android Home Sorry 啊 啊 新建 百分号 Android Android 对这个因为没有那什么 直接他给他给上分号 OK我们就不管了 好那么我们再重新起一个 这个 好刚才启动虚拟机 那启动虚拟机以后呢 那么我们现在看在安卓底下 应该 这个地方应该产生了一个APK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位置 在 Server 209 安卓 APP SRC 不不是SRC 应该是 对首先要bill的一下 稍等 好了 配置完刚才这些东西以后呢 我们前面配置一大堆东西 还可以看一下 配置ADB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他没启动的话 手动的你需要 这个不是必须的 所以来讲我在这边要标注一下 这个事 我就这样吧 我把它标灰吧 他标的是灰色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不是一个必须的 启动虚拟机以后呢 那么我们现在的状态 就是第一个 有这个窗口 这个窗口已经有了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里面 看你去 你去SET 比如Java 这些东西 SET Android Home 这些该有都有 好了 这些都有了以后呢 第二个呢 我们看刚才我们已经装好的 Android Studio 我们在Android Studio里边去找 这个右边啊 这个挡住了 这个 也没法放大啊 这个 大家仔细看啊 眼神好的话是 这个应该也许能调大 但是我调不出来 这个 Android Studio 然后在这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叫 AVD Manager的东西 点它 点完它以后呢 在这出来一个东西 这个 这个过大啊 它其实来讲 这里面就是所有的 这个 各种各样的 那个虚拟机都可以 那我们create一个新的 Virtual Device 这个Virtual Device呢 我们尽量选的小一点 因为你要知道啊 这个手机的分辨率 其实现在远高于PC的分辨率 比如那个 你现在的 比如我们这个屏幕是1920x1024 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就是横向1920 但是我们很多的手机 已经比这个要高了 所以来讲 而且你还横过来 你还是竖着的 所以那么你看的是 这个屏幕的短边 跟那个手机的长边 你别看手机只有这么小 它大小 但是它的分辨率并不低 等它真正显示的时候 是一个Pixel换一个Pixel 它到了显示器上就会变大 所以在显示器上 其实来讲 因为你离显示器远 其实真正你去看的话 显示器没有手机那么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尽量选一个小一点的 选多少呢 这个48 48乘800的 就这么大的 然后我们底下 点一个Next 然后在这 它会让你选什么类型 因为在这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选了 如果没选的话 这个要下载的 这个下载的速度 还是挺慢的 然后的话 我们这点是x86image 就选x86image就可以 然后点Next 点完Next的以后 这其他有一些东西 我们不用管它 然后直接Finish Finish以后 它就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48乘800的一个手机 好 我们现在启动它 启动它 按什么呢 按这个东西 这是它在这边 这个就是虚拟机 对 其实是相当一个安卓手机 等一会儿 启动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好 那现在这个东西就已经起来了 起来以后呢 那么事实上来讲 你看这有按键 有什么的 这个还是OK的 然后在这启动起来以后的话 那么我们在 在我们这个框里 我们运行React Native Native 然后叫run 安卓 N-D-R-O-I-D 回车 在这个过程中 它会先build的 然后在这边 生成一个node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它开始在这load了 load from load from以后 因为它这个自动adv 会去找它 然后在这启动以后 它会在这边 有一个build的过程 我们看 它已经build的完了 它很快 第一次build的很慢 因为我这是刚才试了一遍 所以这个build的速度很快 build的完了以后 会在虚拟机上产生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你可以看 Welcome to Reactive Native To get started Added App.js 那么其实我们去可以看一下代码里面的app.js 那么如果build的完了 build的完成以后 那么在这儿 我们会找到这个刚才build好的apk 看见了吗 这有一个apk 这个apk是能安装到 你用adv直接安装 也能安装上去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去看一下app.js 这就是那个部分代码 好 那我在这儿呢 加一句 比如王校长 Mr.王 好 你保存 保存完了以后 你看呢 他并不会晒出来 他这有一个 有句话叫 double tap R Keyboard To reload Shake or press menu button For dial menu 好 那么我们先 就是找到你键盘上的R 双击R Hello I'm Mr.王 Mr.王已经出来了 也就是现在用这种方法 你已经可以 远程的跟他通信 就是你在这边改完的代码 可以 可以迅速的 同步到这边 那同步到这边以后 就可以使用 OK 啊 坏了 我把它给弄没了 这 弄没了 弄没了就只能重新来一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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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